我下一個問題用回廣東話 香港包括中央、香港政府 定位香港成為一個 香港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我旁邊這位Samuel 你就一定最熟悉Walk3這個世界了 我就想請教一下 到底 電視台最近訪問你 你就和茅台都發生了一些 這方面的合作 可不可以儘快解釋一下 這方面的玄機 只有十分鐘 但我們還有三個問題 但我要先說一些歷史 好 其實我們公司超過十年 正正我們經歷了由Web 2到Web 3 當初我們本身是做一個 VTEL和MARTEC開始做的 然後我們看到世界慢慢發展 可能由香港當時我們做實體店為主 VTEL 然後慢慢進入網購 然後進入一個O2O 然後進入現在Metaverse 疫情後之後又會進入一個 Web 3 Metaverse或者O2O連接 在中間裡面其實過往我們的經驗 其實我們做很多的品牌 去代理很多名牌 然後去售賣 但非常坦白說 其實我們當時的經驗就是 我們發覺其實戰場 透明度很高 訊息度很透明 之後我們去做產品 其實是非常有 比較薄的profit margin 所以我們慢慢發覺 原來在黃度裡面 就是我們需要自家品牌 或者我們要建造品牌 以及建造自己的產品 而因緣巧合再認識Henry 剛才Henry花了很多時間去講解 其實茅台在中國人的地位 在全世界的地位 所以我們當時就一拍即合 然後首先就把茅台 其實本身就是一個過往 由四萬多億 現在最新可以說到八萬多億市值 本身是一個全球熱捧的產品 所以我們在想 就是這個茅台裡面 怎樣我們借助過往 我們曾經做不好的例子之後 經過茅台怎麼做呢 如果純粹代理茅台 跟我以前代理一些國際牌子 沒有分別而已 所以我們先去到香港的定位 我們先去看政策 首先香港就是一個 中美藝術文化交流中心 根據十四五規劃 所以我們在想就是 茅台是一個民族品牌 藉著這個民族品牌 我們怎樣跟一個西方的藝術結合 然後將它令到在香港 甚至海外的消費群都很喜歡 會有一個共鳴感 而另外香港的定位就是一個Web Free Hub 所以我們看到就是 除了我們以前用的傳統方法 我們要開實體店 或者是開一個叫做網購 現在我們可以經過NFT 那待會那個NFT 我們看到有幾個優勢 所以我們就會進入 所以我們現在是通過一個民族的 中國一個很有價值的品牌 然後通過一個中西文化結合 然後藉著科技Web Free去誕生 所以就出了這個產品 明白 這個產品其實你看到 我們在做一個 我們不是做一個茅台 因為我們不是貴州茅台集團 我們在做的就是通過香港裡面 把藝術結合漲走 而裡面我們做的是一個禮盒 這個禮盒其實我也帶了實物過來的 就是這樣 要麻煩Henry Henry Show Show 其實這個是一些藝術的名畫 裡面我們包括有 北加索幕內梵高合作的IP 然後就把它變成名畫 這個名畫 其實這個就是海邊奔跑的兩個女人 是北加索1922年的作品 我們首先就將這個藝術 結合這個畫之後 就做了一個禮盒 而禮盒裡面 你看中間透底就是做了茅台 貴州茅台 裡面其實是一支茅台的 其實那個model就是我們看到 好像手機一樣 我做不到iPhone 我發覺做iPhone學其實也很厲害 當然這個的深度比較高 其實我們的定義就是 將它做一個藝術品 和home living的產品 所以你看到裡面整個手工 就是我們有歐洲設計師 然後就全手工去做 然後就在裡面 我們就將不同的名畫 然後就做一個藝術品 就給人們買茅台的時候 你就套入藝術品 然後去做送禮市場 這個就是我們定位 裡面其實你見我們 其實陸陸續續 我們就做了很多不同的產品 因為我們有六七十幅明畫 然後就經過這個藝術 中西文化藝術結合元素 然後就做了 但是Rap3對大家來說 就是NFT 其實大家都很陌生 所以我先很表面地說 就是NFT裡面 我們做了一個卡 這個卡就是送禮卡 掛了進去就是metamask 然後旁邊你看到一些畫 description 這些是在實物裡的 而去到NFT 今天始終都是一個DELL的話題 所以我會集中說 為什麼我們會當初 將茅台禮盒去做一個NFT 其實剛才我說 加入了中西文化這個結合之後 其實它的價值已經很不菲 因為每個禮盒都是獨立的 甚至我們放上Christy 三個月前我們放上去拍賣 也有一個很好的非常美價 裡面的NFT 我們看到 我們禮盒其實主要有幾大範疇 第一就是很適合我們這些 獨一無二的珍藏品 是的 它可以去做一個 unique的 將它變成獨一無二的產品 然後就變成在你自己擁有的 個人的Digital資產 另外就是 其實裡面 我們每個盒裡面 除了有明畫 也有些Story behind Story behind的意思 譬如我們在貴州民族品牌 所以我們裡面 在禮盒裡面通過科技 其實最後有很多信息進去 譬如有些旅遊 貴州文化 少數民族 一些不同的信息在裡面 另外就是我們 其實在我們公司 有一個Club 叫Meta Attainment Club 你買了NFT之後 其實你是一個會員認證 我們的Club裡面 其實除了我們香港有店 有門市 也都是一個會所 在長人山莊 我們有一個山頂會所 我們有一個遊艇會 它可以通過這些身份 去Activate 我們裡面的一些不同的活動 這是一個Membership的功能 當然我們在Web3 我們有一個AirDrop 或者是Metalus 的一些進入的權限 另外當然是索源 因為在茅台大家都知道 其實很多增加難分 我們上了NFT之後 尤其是我們禮盒 也都是一些會牽涉 被人去抄襲的 所以我們兩邊都會上鏈 最後就是 我們剛才Henry 都花了很多時間 去講我們五感 其實我們的Membership 裡面我們也有一個茅台宴 過往我們和伊張圍 和Cartier合作 和Prada 都有合作過做茅台宴 所以整個感覺就是 你不只是擁有一個藝術品 那麼簡單 而是你擁有這個藝術品裡面的一個身份 一個Club的身份 一個品嘗茅台的一個藝術 那時間的問題我可以展示一下 現在我們的Touchpoint 在Web 2和Web 3裡面 我們分別在香港裡面 和日本也有自己的店 分別在Case of Museum Elements 在Landmark 和日本東京橋 我們開實體店 大家歡迎去參觀 和去看我們的產品 我們定期出現很多限量的NFT版本 另外我們在Metaverse 也是準備會推出 然後貴州就在面稅店裡面 就是Henry的面稅店裡面 另外也會放NFT My Place 所以以前我們很靠實體的經驗 實體店 但今天我們實體店 first sell 之後 通過NFT 我們走一個鏈 譬如ERC 721c 裡面我們可以無論owner 或者裡面的creator 其實都可以經過轉手 然後就有一個commission 有一個transaction fee 所以令到大家都有motivate 不僅是first sales來源 而是不停轉手 大家都會有收入來源 所以刺激了大家 會有一個珍藏價值 轉手價值 所以大致 太好了 本來有些問題 我知道Samuel很聰明 因為知道時間有限 他已經將兩三個 我要問問題都濃縮了 我想如果說關於國際方面的發展 其實Samuel你已經說了 因為Ju 他在貴州 現在是免稅店的老闆 國際出口 你剛才已經包含了 Henry說了 你已經是一個club 最翁之以不再走 其實在於這個club Henry說了這麼多 我幫你補充 其實在未來海外發展 本身的茅台來自貴州 所以免稅店 也是一個很高規格的身份 去售賣茅台 我們是做禮盒的 也將它變成Web Free 所以整個合作就是 首先我們是把中國的民族品牌 通過政府的資源 免稅店的資源 然後至少我們不會有假貨出現 這是最基本的 然後通過藝術和Web Free 其實我們現在的市場 是將中國民族品牌 帶去海外市場 剛才你看到我提到 就是我們在日本橋開店 其實我們在整個計劃中 我們會在Asian的市場 或者你剛才說 最近的TVB 在不同的電視台訪問 ViuTV也好,看到你 很厲害 不同的訪問 其實都是Asian的市場 我明白 還有中東的市場 其實再補充一點 我們的計劃 並不是打算把原本的茅台 加上禮盒 就這樣打開市場 那麼簡單 我們是會融合一些Web Free的元素 例如 裡面其實我們的作品 是會有很多二次創作 這個二次創作 我們會有些AI generative content 或者是一些PGC content 就是由一些不同的 國際藝術家聯同 經過我們的畫之後 我們希望裡面 再加一些二次創作 因為在NFT的世界 其實每個創作裡面 我們可以製作很多的story 以及裡面的珍藏價值 以及我們每個禮盒都幾獨一無二 明白 所以裡面我們會透過更多的設計 然後就將每個盒 就在裡面 就注入故事 注入靈魂 然後去打不同的Asian Market 裡面 我們都會和不同國家的一些 藝術相關的合作夥伴 就令到大家會感覺到 這個就是中東版 這個日本版 這個是馬來西亞版 其實我們就會這樣走 大會已經通過了很多次了 但是我最後有一個問題 我希望大會給我一點時間 因為剛才你設立的範圍 其實你兩位很有野心 就是說茅台 做到就要做 現在很流行 社群 對 還有一個最後的問題 我想你剛才沒有說到的 就是到底是否你想 在這個平台上 往後不只做茅台的產品 再加上其他產品 讓大家都知道 如果有任何香港的零售 產品商或者海外的 到底是否可以加入 變成你的社群裡面的一些產品 幫它用茅台這種方式 去傳遞出去 去銷售出去 OK 這個我非常喜歡說 其實我們在建立這個生態圈 這個生態圈 裡面你叫我們有自己的實體店 有會所 有產品 有服務 包括剛才說 有在卓能山莊 或者是一些叫做遊艇會 裡面其實我們做很多 Web Free的一些節目 在裡面 譬如VR Show 或者一些相關茅台 相關元宇宙的Show 的節目 在裡面 所以我們其實整個目標 都是建立完這個之後 其實我們去借著茅台 或者一個叫做 中西文化藝術的一個富能 去將茅台成為我們的拳頭產品 之後 其實也都要找一些具升值能力的產品 例如我當是一些茶葉 或者人參 我們的看法就是 有很多民族品牌故事的產品 其實是很適合做的 所以我和Henry 其實就是在內地 不同的省份 去密釋一些好的產品 藉助民族品牌 這些將它帶出開的故事 然後藉助中西亞悲的故事 去做好所有的產品 明白 兩位就要補充 我要補充一下 對貴州來講的話 除了茅台酒 還有很多很多千千萬萬種好的產品 其實我跟Samuel來講的話 在這個合作上 不光只是茅台 或不光只是酒 還有很多很多人 敬請留意關注 謝謝 好 好優惠你們了 大會都沒有圈我了 後來他放棄了圈你們了 還有沒有補充 如果沒有的話 今天我們的session差不多了 主要我聽到 我做國歸納 兩至三個點 第一 大家做任何的產品 甚至是online產品 拳頭產品很重要 什麼叫做 吸引人家 第二 經常Samuel講民族品牌 民族品牌有很多的 茶葉 人參 當然他用茅台打頭陣 第三 我很祝願 這班年輕人 他的平台 可以盡快見到大家 然後 陸陸續續 更加多人可以參與 這個平台裏面的工作 基建 威巴3 打造一個新世界 好嗎 謝謝 出時間交換給主持人 謝謝你 謝謝 謝謝何博士 林生和陳生的精彩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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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明星